Hello 大家好 我是Vincent 要到三大頭盔夾的話 絕對要介紹來自美國的Dango Design 這個Dango Design有什麼特別需要介紹給大家聽呢 今天就會告訴大家 如果大家使用一些攝影裝置的話 很多時候會在頭盔上用上這些3M貼 這些3M貼用久了或者經過陽光照射的話 都很容易脫下 有些人就會選擇在一些網站購買 有些有用尼輪帶扣住的頭盔的固定夾 當然你用這些的時候 因為它不是固定了 你純粹是綁住了它 它很容易動動 在拍攝的時候就有一個震動的效果 就不太好 同時如果你把一些尼輪帶 放在一些Full Face上面的話 你令到這個Screen就不能夠完全閉合 這個Dango Design就可以解決到傳統的問題 它這個結構型的設計 另外後面它就沒有用到這個結構型設計 它就用到這個牙爪式的設計 除了這個結構型設計 這些裡面的全部都是牙爪形的 它是非常緊的 這個設計都非常友善 因為這個位置經常要放在頭盔裡面 它總共是80cm 一般Full Face 一般Andulo 都約100cm 所以就不會影響到你的嘴裡的說話 或者影響到那個呼吸 這一款除了在頭盔用上 做一些極限運動 或者在背籃裡 有時候你去判獨木舟 都可以夾在這裡 也是非常穩固的 另外還附送了一條Dango Design的防脫繩 如果你說你做一些非常激烈的運動 你也可以考慮另外扣在頭盔裡面 如果大家上一些網站 都知道Dango Design的設計 是為一些Andulo 就是越野電單車比賽 或者拍攝的情況來設計 所以這個頭盔夾 能夠成為頭三甲是實至名歸的 另外這個Dango Design 它的設計會用了一個硬彈弓 這個硬彈弓有什麼用呢 其實這個Dango Design 它有很多個角度拍攝 可以輕易按壓下去 這個硬彈弓就可以轉到另外一個位置 它說你放在頭盔上 你可以拍攝到很多不同的位置 這樣或者再向來 這樣也可以 我會示範一個位置 放在全面面上是怎樣 你會看到這裡其實有一個防風氣 你放下去其實不會按壓到它 還有這個膠爪的設計非常之好 你不會刮花到頭盔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很多人都很疼一個頭盔 另外Dango Design還有一個小配件 這個就要另外購買 這個小配件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都說過了 攝影很個人化的 有些人就喜歡在這個攝影中 覺得距離夠 有些人覺得 會不會說可以再近一點 或者再遠一點 都有幾款 這個套裝裡面 就有三個零件 一個長碼 一個短碼 另外還有一個360度的雲台 大家如果對Dango Design有什麼不明白 歡迎下面留言說 大家如果不想來我們這個商店買 想在安在家中收到這件貨 也可以上我們去www.rydu.com 進行購買